字幕作词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机关枪哥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周梅莫 乃鸡哥哥 欢迎大家来到 指风车绘本故事巨场 没有问题 请说 乃鸡哥哥 为什么你的腔调的口音怪怪的 因为我在模仿山东枪 蛤 模仿山东枪 我有问题 请说 为什么要突然模仿山东枪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山东 所以我要模仿山东枪 那我也要换一个枪调 属于我自己的枪调 什么枪 机关枪 这样感觉很好玩 那我也来换一个 我来换一个日本枪 好 那我们直接就这样说故事吧 好 后来他们就很开心 一起出去玩 对不起 好 我们好像听不太懂 那我们就正常说故事好了 好啦 那我们今天要说什么故事呢 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 99个娘 听故事 了 从前从前 在山东有个地方叫做 潭家村 这村里住着一个柴主 他的名字叫做 潭福厚 他的弟多到数不完 但是他还是总说 有總比沒有好 多一點裝逼少一點好 她整天打著歪主義 想要強佔別人的好田、好地、好田地 所以大家就幫潭服後取了一個外號 叫做 潭服夠 而她的老婆胡適 她頭尖尖的、腿短短的、肚子大大的 人們都叫她 大信和 沒錯,就是信仁的意思 大信和仗著弟弟是縣官 和她生活愛享受 家裡的大大小小事情都要聽她的 有一年 這個潭家村幾個月都沒下雨 這稻田 單道都發黃 村民到處急著挖井打水 潭家村有一個電農 他的名字叫做大壯 我有問題 請說 什麼是電農 這個電農就是農夫 向大地圖租了一塊地 在這裡登前的農夫叫做電農 而這個農夫大壯和她老婆 也在附近挖井找水 挖了好幾天 一滴水都沒有找到 有一天晚上 他們點著火把 繼續努力挖 突然 哼的一聲 好像挖到一顆硬硬的石頭 大壯啊 他們真的是 烏漏偏逢連夜雨 挖井還挖到石頭硬 真是禍不擔心 雪上加霜 於是啊 他們就伸手的往下摸了摸 那東西啊 光溜溜的 不像石頭耶 他們就 摸啊摸 摸啊摸 結果 大壯挖出了一個大瓷缸 突起兩 就把這個大瓷缸給扛回家啦 到家以後啊 大壯把這個缸洗乾淨以後 發現啊 這原來是一個藍色的瓷缸 中間還畫著兩條紅色的龍喔 大壯老婆就跟他說 家裡剛好缺水缸 明天你上山 把水挑回來裝 這樣子我以後 煮飯 洗米 就方便多啦 第二天啊 大壯就走到很遠的山上去挑水囉 來來回回 從十幾遍 才把這個大水缸 塗滿水 大壯的老婆啊 從水缸裡面 搖水出來 洗碗 澆菜 做了很多的家事 到了第二天 早上老婆 搖水煮飯的時候 他看到這個水缸啊 染不住大叫了起來 哇 這個水缸 怎麼還是滿的啊 大壯聽了 就跑過來 也咬了一桶水 試試看 沒想到 這個水缸 又滿起來了耶 大壯夫妻啊 兩人非常的高興 連忙跪下來說 有 有蟑螂 嘿嘿 有蟑螂也不會用膝蓋去打 不是啊 他們夫妻倆 連忙跪下來說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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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壯和他老婆就用缸裡面的水來種田 還很慷慨地把水分給大家使用 而水缸裡面永遠是滿滿的 這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萬傳億、一傳兆 哇他們好多人喔 傳到了貪不夠的耳裡 他馬上帶著他的兒子彈財到大壯家 他們躲到這個門的後面 把這神奇水缸的秘密看得一清二楚 看不夠他的眼睛兩眼八指 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嘻嘻嘻嘻 嘻嘻嘻 大壯啊 你怎麼可以偷走我的寶缸呢 這這這寶缸啊 是我從那個地底上挖下來的 怎麼會是滅的呢 那你動的地是誰的 這個是我這個 哈哈哈哈 從我弟弟裡面挖出來的東西 就是我的 啊 啊 這個貪不夠啊 不但搶走了寶缸啊 還把大壯直接告到官府 威武 哈哈哈哈 我已經在我弟裡叫他 這個謝太爺啊 因為是大信和的弟弟 一看姐夫和姐姐來告狀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打大壯四十大板 哎呀好痛啊 大信和和貪不夠得到了寶缸以後 馬上把他扛回家 他們立刻把元寶 放進了當裡 接著再把元寶拿出來 結果 這當地 果然冒出了一個 新的元寶耶 貪不夠啊 他們開心的笑的 和不容嘴 他說 這下我可發財啦 嘿嘿 大壯那些窮小子啊 只知道藥水 不知道藥元寶 真是天生窮命啊 響哥 明天是我的生日 你可以把親戚朋友都叫來 我要讓他們看看我的寶貝 沒問題 第二天啊 親朋好友都來了 大信和得意洋洋指著寶缸說 這個缸有一個元寶 我要讓他生出幾十個 幾百個 幾千個 幾萬個 幾億個 造的這麼多個元寶哦 大信和說著說著 就挽起袖子去撈元寶 但是啊 他的腿太短了 根本撈不到 他的兒子 就搬了一張椅子過來 大信和咚咚咚 爬上椅子 想要去撈元寶 但是一不小心 大信和咚了一聲 一頭栽進了寶缸 彈彩啊 嚇了一大跳 連忙把他娘 從缸裡面 拉出來了 這個大信和啊 醜壯的大包小包 彼此也撞出血來耶 彈彩的老婆啊 趕緊 板塊幫他擦一擦血 這個時候 突然 缸裡面有人大喊 快撈我出來 彈彩馬上去拉人 拖出來一看 哎呦 居然又是另外一個娘耶 彈彩還來不及思考 缸裡面又傳出了另外一個呼救聲 快撈我出來 哎呦 這時候親朋好友幫忙來拉人 拉出一個又一個的大信和 這群大信和的鼻子頭啊 撞了大包小包都受傷了 一起圍過來找他的媳婦 要他們幫他擦擦血 這媳婦啊 嚇哭啦 貪不夠 看到這一群一模一樣 一模模一樣樣的大信和 嚇得兩眼八尺 村民啊 聽到這個消息 馬上都來看熱鬧啦 看到他們家 居然滿滿的都是大信和 貪不夠 和他的縣官弟弟啊 嚇得拔腿就趕快往外跑耶 嘿嘿嘿 村民啊 笑這個貪不夠說 嘿嘿 你平常不是說 多一點總比少一點好嗎 這貪不夠啊 突破好幾個大信和 擠到了鋼邊 搬起了椅子 朝向這個池鋼 扎了過去 咔咔啪啪啪啪啪啪啪 剛睡了 鋼裡面那個大信和啊 被打得滿臉是血 他深吸了拿起拐杖 一臟打到 貪不夠的腦袋 哎呦 貪不夠叫一聲 啊 就死掉了 哎呦 這彈柴啊 數一數 發現一二三四五 哇 總共有 九十九個大信和耶 面對這九十九個娘 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時候 卻聽到這九十九個娘 一起說 兒子啊 我肚子餓囉 趕快準備出好菜 還有好看的衣服 給我穿耶 哇 這下子彈家人 偷雞不著十八米 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這樣子的生活啊 善惡終有暴 千萬不要做虧心事 大家都愛錢嘛 要是我啊 也想把錢放進去 但是貪不夠啊 是太貪心了 而且啊 還欺負別人 就很不應該喔 奇怪江哥哥 我想到了 要是我的話 我就會把電動玩具的遊戲片丟進去 這樣子 我就要很多很多的遊戲片可以玩了 欸 可是每一片都長得一樣耶 那你要這麼多片一樣的幹嘛 哈哈 我有問題 請搜 那 欸 我不是問你們耶 我是問小朋友耶 小朋友 如果你們有保鋼的話 你們會想要把什麼東西放在裡面啊 歡迎大家留言來告訴我們喔 也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子豐車繪本布施劇場 下次見 掰掰